来关心国际的情势 阿富汗局势有最新发展 塔利班攻入首都科布尔之后 反塔利班的势力终于开始集结了 阿富汗的第一副总统萨利赫宣布 他要接任临时总统 同时率领残余的政府军 开始和塔利班来激战 那么有阿富汗记者拍摄到 武装车队出现在潘杰西尔峡谷的影片 车阵当中有人拿着北方联盟的 绿白黑三色旗 而北方联盟向来就是以反塔利班为名的 而且一直受到西方的支持 欢迎报道 这个由反塔利班战事领袖 马苏德组建的游击队 现在已经和阿富汗的政府军合作了 那么目前就正在潘杰西尔峡谷这边 和塔利班的军队在激战当中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谢谢大家